尊敬的學校局長 尊敬的馬文國主席 各位來賓你們好 很歡迎今晚來到我們香港黑門協會 主辦的一個優勝者音樂會 今晚高頻滿載真的很感動 記得大概一年前 我們在大概同樣的時間 都搞過一個音樂會 就是慶祝我們2005年 在德國舉行世界口琴節大賽 我們都是滿載而歸 一年之後 香港的口琴界的朋友繼續為香港爭光 有機會今晚繼續和大家搞音樂會 都是我們的榮幸 這次阿大股節有一個相當特別 因為其實十年前是第一屆 今年是第六屆 亦是回到原本的發源地 台灣、台北 但不同的地方見到很多 除了口琴節本身規模大了很多 由原本的幾百人參加 到今年的一千八百人參賽者 數量倍增 另外我有幸是參與過第一屆 一路來講一路都有參與 口琴節 十年前 香港大概有少於二十個參賽者 去台灣比賽 今年我們有超過二百個 口琴好手 浩浩浩浩浩去台灣 十倍的增長 十年前我們去到台灣都學了很多東西 但回來都是兩手空空 沒有什麼東西回來 但今年不同 我們參賽總共在十三個組別 七十二個項目裡面 我們一共拿了四個金 五個銀 兩個銅 還有八個電軍 謝謝 謝謝 或者也可以見證到我們香港口琴的進步 這十年裡我們確實有很多努力 當中我們很開心看到 當中我們有差不多一半的獎項 都是由十五歲以下的一些年輕樂手得到 亦都可以看到香港口琴界的一個未來的動力 和一個後備的力量 是一個非常健康的狀況 我們香港代表團隊 除了在台灣做一個比賽之外 我們都參與了很多項目 包括其他一些推廣教育工作 其中有一件事 也是我們香港學協會一向的宗旨 就是要推廣香港的原創音樂 實際上在過去五六年 香港的總家對我們的口琴是很大的支持 在六年間我們短短看到有五六十套的口琴作品 這也是對外國對香港的產生很大的影響 我們差不多香港口琴已經成為一個國際品牌 我們希望可以在這個方面繼續努力 今晚我們也有機會請到梅廣超博士 為我們創作一個首演 這麽多年來我們香港的發展 都很感謝很多人的支持 當然我們一定要支持文靈聖務署和科文署 對我們多年來的支持 尤其是今晚的音樂會 也都是他們很積極的協辦 也都是多謝香港藝術發展局 尤其是今次我們的團也得到他們的支持 一些津貼令我們的團友去得很開心 我想連來很多團體 一定要感謝英皇書院 因為真的對我們會有很多支持 場地有很多方面的協助 也都很感謝聖孝國福文會 因為在他們的推動下 我們成立了一個四年口音樂團 今次在亞打不智 是一名驚人獲得了冠軍 也都是很感謝他們的推動 大力的支持 最後我一定要很深深感謝一批 是我們旅行默默工作的 一批沒什麼出名的 我們很多的囚委 他們日以繼夜工作 事實上我們不單是今次 我們也是 2005年開始 世界一年節已經開始工作 德國回來馬不停提 去準備去年8月的比賽 事實上兩年來說很辛苦 但見到這麼開心的成果 我相信大家都很欣慰 做一次歡迎大家 希望今晚來下半場的節目 大家繼續能夠欣賞 多謝各位 多謝何醫生 請坐坐 接下來有請文政事局長 何志平醫生為我們支持的 有請何局長 何醫生 各位朋友大家好 晚上 今天很高興能夠出席 這個優勝者口琴 優勝者的音樂會 其實口琴是一個很小的樂器 蔡元盆先生就說 口琴就像單車自行車一樣 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一個小小的口琴在手 能夠有很多很柔强的音樂 全部都出來了 個人的演奏 不同的組合 以至整個樂隊 都能夠有口琴 這麼小的樂器 能夠產生一個很柔强 很動人的音樂 其實香港的口琴是很有基礎 我記得小時候打開收音機聽的 就是口琴的音樂 70年代 60年代 大家都記得梁啟超先生 在香港電台 吹的口琴音樂 我也是聽這些音樂大的 特別開心的是 2002年的時候 當上局長的時候 第一次支持何醫生 那時候的亞太的口琴節的 竹節的優勝者的音樂會 又是在大會堂 但在劇院舉行 劇院四百個座位滿了 四五年後的今天 又是同一個場合 都是亞太口琴節的優勝者的音樂會 但在大會堂的音樂廳 一千六百幾個座位 全部滿了 這些顯示了 小小的口琴 是吸引著香港人的心 不僅是你們的耳朵 還是你們的心 音樂的心 特別是高興 所以剛才進來的時候 和馬房國主席 我們藝術發展局的主席 和何醫生一起想想 我們如何將口琴這件事 變成香港的品牌 也是變成香港的樂器 口琴音樂 是香港的音樂 我們如何將這件事 帶出世界 我們可不可以把口琴整套的系統 規範了它 我們香港有一個口琴的教育系統 不僅僅是教育 我們可不可以一個香港口琴節呢 何醫生答應了我 明年搞 馬房國主席說給錢 除此之外 口琴音樂的樂譜 都非常之寶貴 而且是香港一個知識產權的寶庫 我們知道Cash的主席在這裡 我們希望你大大的推揚 口琴樂譜 香港很多的作曲家 為口琴編了樂譜 這些口琴樂譜是香港的資源 而且是我們的文化品牌之一 應該很好的宣揚出去 在這裡 第一 我要多謝在座各位 台上各位 口琴演奏者 將這件樂器發揚光大 第二 多謝大家在座各位 支持這個口琴的事業 第三 我希望香港的傳媒 香港的廣大的市民 都繼續支持口琴的事業 在這裡我緊祝 口琴的事業更上層樓 多謝各位 多謝何局長